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路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行政院已经核定基隆地区长期稳定供水先期计划 水公司进一步表示 刚好搭上捷运系东线跟基隆捷运的工程可来埋设管线 让这项稳定供水计划能来落实 未来这个系纸基隆联通管做好之后 对整个基隆地区的供水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它会直接连到基隆河的八堵抽水站 行政院最近就是核定了基隆中长期的供水计划的先期规划 它主要有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系纸基隆的联通管 另外就是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系纸基隆联通管的部分 其实就是搭盖捷运系东线跟基隆线的变车 因为现在的道路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容纳 然后路幅也都相当小 利用系东线跟基隆段两段在捷运施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大管的部分可以把它埋设进去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曙光 目前的规划这个系纸基隆联通管 其实就是要送到八堵抽水站那边 然后它直接可以打进去新生水库 所以从新生水库就整个可以调度到整个全基隆地区 行政院通过的这项基隆地区稳定供水先期计划 将在113年到114年间进行先期的规划作业 未来除了可将台北的水支援到基隆 供料方面也能增加储水量 对于基隆来说都相当有帮助 那会讲说是先期规划 就是说整个案子的细节的部分还没定 所以它会利用今年到明年的时间来做规划的动作 等到规划整个成型了之后 会另外再提出工程计划 报行政院核定来实际来执行 那整个分工的部分 系纸基隆联通管是由台水公司这边来执行 那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就是会由经济部水利署这边来执行 那供料调整池的部分 目前也还没有整个地案大概要做到多大 那可能从20万地方公尺的量到甚至100万都有可能 那最主要就是补充我们双溪的水源 目前只有一个供料液嘛 那水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把它除去下来 所以就多一个调整池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做得比较大的话 以后的水源就会有保障 因为我们这边台水公司能做的就是从既有的水源里面 做浸水然后供水 可是如果没有水源的话 那这个连煮饭都没有材料可以煮 所以那我们基隆目前最主要的水源 其实就是双溪基隆的这个川流水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水库水 包括像新山水库西市水库 再来就可能需要跟这个台北市 对北水的这边用新电溪这边去跟他们买水 所以如果我们有可以增加水源的这些量的话 当然是越大我们会更高兴这样 极端气候下用水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国安问题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 排除各种困难 让基隆的供水韧性再升级 将是全体市民之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风过境 基隆外木山沙滩满地的海漂垃圾 但却有志工出现在沙滩上装了好几袋垃圾 看到很多民众也是自发性的愿意来帮忙 各种海漂垃圾 树枝 塑胶通通都有 虽然环保局全力清理 垃圾金洋流带到北部海域 随着潮水打上岸 涌进了大五轮沙滩 让沙滩开放时间一言再言 垃圾很脏 所以我就拜托我们志工来帮忙打扫这边的环境 让我们这边有给外地的人印象特别好 有能吸引很多客人来这边玩水 我们有看到沙滩上的漂流木跟杂木很多很多 那其实环保局已经很认真的在清掃了 不过清掃的速度远不及于台风外围环流造成的 让卷起来的产生的影响 所以我们号召我们当地的内辽里的志工十几位 一同跟环保局还有我们产发处的人员 一起来做一个淨摊的活动 希望能够尽快把我们的沙滩的美丽的容貌赶快恢复 不少志工自发心的临时起义 到场淨摊 没想到意外获得其他游客支持 近期也有活动想要举办 然后会来非常多的观光客 那我们希望基隆这么好的一片沙滩 能够让大家来的时候能够留下很好的印象 因此我们昨天就想说来个快闪的活动 然后邀请志工 然后甚至邀请现场的游客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加入我们一起来淨摊 没想到获得了很大的回想 大家就是一个接一个 整个海岸像破窗效应一样 全部海岸全部都是民众 然后就近把他周边的垃圾 周边的漂流木一起捡到这个太空包里面 原本预计要清理好几天的海漂垃圾 在志工们的协助下短短几个小时就清理完毕 许多人看到这一幕都称赞 基隆最美的不只有风景 还有这一群三星志工 让外木山沙滩早日恢复美丽的原貌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为了推动友爱共荣环境 增进身心障碍者生活体验 市政府社会处携手海洋委员会 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 即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身心障碍团体代表 以及轮椅梦公园 举办Ocean Time 友爱海洋慢慢玩启动记者会 我们这一次先做了 这个三种障碍类别 这也是有史以来非常大的创举 创举跟创新 我的同事们大家很担心说 哎呀我有危险 因为我的障碍类别算是蛮严重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不能下 我会东倒西外 我扶不住 然后呢 但是我去到那里 我说我要 这个我要 这个我要 我每一个都去体验了 我每一个都去克服了 所以 那我想要以此来说呢 如果像我这样子的 连坐都坐不住的一个人 都能够到海里去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 也都可以 让我们的障碍者的朋友 能够接触到海洋 我觉得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情 那刚刚 玉兴也说了 40年 40年都没有 跟海洋接触 那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但是在这个活动中 我们需要很多大家通力的配合 首先先谢谢主管机关 真的在这个过程中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也要谢谢业者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要办这个活动 还要把安全这个事情 要顾好 那也谢谢我们 各个不同的团体的好朋友 勇敢的站出来 参与这样的活动 可是参与了以后 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有收获的成果 但是我们主委 大概今年中 那应该要对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也要有这方面的一些权利上 所以他指示我们 就是一定如果从今年度 我们就要编离相关的经费 来补助 来支持我们这个地方政府 你有意义来推动 这个身心障碍 这个清水活动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 6月26号的话 我们也办了一个 就是我们今年 大概我们处里面也办 就是北中南东 有四场一个 就是海洋有爱 那个青海无爱的一个活动 那这四个 我们不就是个先生 那基隆市 还有就是我们云林 还有就是台东 还有这门高雄 后续如何让自己 这个所有的这个朋友们 能够走出户外 见到阳光 其实就是代表了 我们这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包容 非常进步的一个 一个团队团体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 我这边会来 会来 持续来努力 刚才市长有提过 安全是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在从事海洋油气 我们这整年 我去年11月来的时候 我就跟市长包含过 我们要如何告诉 所有的朋友们 所有的身心障碍朋友 如何安全地玩水域活动 而不是都是 日在管制的这个部分 包括市政府政策 推广大使杨宝珍 以及基隆市 十大身心障碍团体 理事长等人 都一起参加 这场启动记者会 共襄盛举 并且肯定市政府 为身心障碍朋友 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市政府社会处也表示 8月20号开始 接受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总共有包括 身心障碍者和陪伴者 一组总共30组 60个人的名额 体验独木舟SUP 以及沙滩车等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 到基隆成绩转运站 附近开直播 却遭到所谓 台湾国人员闹场的情况 市长谢国良 平心静气表示 他绝对尊重不同意见的表达 也希望大家能够 彼此尊重 一些包含说昨天有一些 反对的人士来去做 跟烧啦 那今天有所谓台湾国的人 来去做闹场的行为 是要怎么看 那位陈理事长 上次马总统来的时候 他也有来 大家越来越熟 好像变成朋友了 那我觉得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表达 我们都尊重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要 这个守一些法律的 一些基本原则 然后大家彼此之间 就是不要互相尊重 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冲突 那我觉得我们绝对 真心的很 真诚的尊重 不同意见 包括罢免团体 他们所提出的论述跟想法 我们绝对尊重 但我们是希望双方能够 在理性平和的一个环境下 彼此诉求自己的理念跟想法 那我站在这个路口 那跟民众打招呼 然后跟民众发放我们的政策宣传 其实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然后也不会去 对这个不同方表达这些 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 自己表达意见的时间跟空间 然后最好能够不要做到彼此干扰 当然我们对于不同意见 给我们的指教 我们都会互以尊重 我觉得我一定还是要做 这样子的表述 对我们有不同意见的 像昨天今天也有 我们都会尽力的互以尊重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彼此之间尽量理性 然后呢 不要彼此之间造成 潜在的冲突 因为这样对台湾 对基隆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也不是一个好的风气 另外针对罢免市长谢国良开始 而传出蓝白也要反制 罢免律立伟的情况 谢国良表示 包括基隆市在内都不要有罢免 让大家好好做事 台湾政局才能稳定 针对罢免谢国良呢 有蓝白提出可能会去推动 罢免吴思瑶 甚至是吴备义来反制 知道怎么看 其实这样子很频繁罢免是不对的 那据我了解 包括叶元之徐晓星 现在他们都被列为目标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 双方都不要有罢免 然后让大家好好做事 包括基隆在内 我认为才是对台湾政局未来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你如果说以后遍地都是罢免 那罢免对象也可能会从县市长变成立委 甚至变成直辖市县市议员 那台湾的政局一定是更加混乱跟不稳定 8月1号下午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举行113年模范父亲 暨好人好事表扬大会及公益演唱会活动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 以及包括张耿辉 韩世玉 吕美玲 秦真 以及陈明健等多位市议员都亲自参加 道场恭贺受奖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我们每一区都有参加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那我做爸爸以后这七年来感受到 真的做父亲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更何况这些已经经历了四五十年的一个 爸爸的这种工作 然后一辈子为了家庭的付出 我们衷心的感谢他们 所以今天的表扬是对他们来说一个很微薄 但是我们很真心的一个表达感谢 跟感佩他们作为父亲 伟大父亲的一种贡献 事实上所有工部门的财政 要照顾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够的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是有限的 所以这时候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志工 感谢有很多在自己已经很辛苦的时候 还愿意多付出一份力量 把这个社会把我们的家园 把他们更好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推出出来 一群推出出来一位 我们的好人好事代表人 在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和家眷 区长李长等人陪同夏和市长谢国良 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社会处长杨玉兴 立委林沛祥以及议长 童子伟秘书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庆祝父亲节 而由如意同济会 承办的表扬活动结束之后 也由旺旺文教基金会 协办公益演唱会 邀请知名的名歌手现场公益演唱 让所有观众如沐春风气氛温馨 市长也特别颁证感谢牌 感谢包括如意同纪会 以及旺旺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团体 承办及协办表扬活动和公益演唱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见证下 13位新任校园长举行宣誓就职 今年有11位校长及2位园长举行接聘布达 其中3位新任校园长分别为 正名国中李康庄 和平国小范诗奇 港西国小罗剑林 另外5位连任校长分别为 常乐国小 南荣国小 复兴国小 安心幼儿园及过港幼儿园 而5位转任校长分别为 明传国中林世杰 无伦国小杨志清 中兴国小郑兆兵 中山国小杨坤祥 及常兴国小吴哲明校长 在整个校长跟园长评准当中 全部都是专专业经专家学者委员们的讨论 市政府尤其强调 跟议会人在这份先进报告 市政府尤其是我本人 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对于校长评选绝对是中立客观 不会采取任何特别的立场 从我就任来就有特别在这方面 要采述我们的理念跟想法 我也因此并没有 亲自去参加这些校长评选 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真正的落实到教育界的朋友 每一位都想在基隆市 只要有校园长的评选 我们绝对是中立客观 绝对不会有特别的立场 交接不达典礼 包括议长同志委 议员张芳丽 郑凯玲 韩世玉 秦珍及关心基隆教育界的各协会代表 都应邀出席 如何让我们基隆市的家长 安心放心的 让我们的基隆市的小朋友 可以留在基隆在地就读 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位校长 都要把学校经营出特色 然后除了现在这个少子化以外 我们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教育的拉力 还有这个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我们每一间学校 都一定要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特色 让家长放心 让小朋友在基隆平安健康长大以外 还具有未来的竞争力 是校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 所以我们期许每一位校长 都可以在学校经营成功 也祝福大家 在这个新任的就职顺利 在教育部的部分 是没有补助交通车 但是我们今年 也在谢国梁市长的指示之下 我们也是客后一人承包 而且交通车完全的补助 再来还有一些国际教育的政策 客桌与有学生自行来设计 然后我们大概会在今年度也会实施 其实很多基隆市的教育政策 在市长的领导之下 而且在教育的职制下 我希望这些新任的 连任的转任的校长 在市府的领导之下 能够把这个政策持续的延续 让我们基隆市的家长们 能够有更深的感受 而且希望说 透过这些的政策 让我们家长能够更清楚 然后更了解我们基隆市 整个教育在转变 基隆市教育在翻转 市长在每年跟我们联合会 餐序的过程中都有强调 对教育理念的一个想法 包括就任到现在 营养午餐每餐增加20块钱 然后征聘了很多学生的 交通车的一个路线 那也对营养午餐的自治条例通过了 那希望新任的校长们 能秉持的 有为教育付出的一个理想 那我们联合会跟学校端 一起来为孩子们的未来 一起来奋斗 交接不达典礼相当热闹 不止学校师长前来祝贺 现在校长亲友也来鲜花致意 社长谢国良提醒校长们 教育是百年的素人大计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喂 苏西阿 你怎么还没到吗 我们三缺一了 再等你一个 你在银法据点 银法据点是什么 金融市银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银法活动 世代共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优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社长 你被挡住了哦 好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洁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洁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 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工程机具来来回回将旧的柏油彻底铲除 进行重铺 中俄路168项实施人车管制 我们怕谁落到地下室就不能修理 那现在哪个重铺呢 那从重铺一定有高兴啊 怕谁落到地下室去 工作人员22小时一段施工 那施工机器总共大小车 总共25辆的基金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 听取简报 基隆大清大城社区 20多年来道路从未铺设过 路面出现破损 市长谢国良去年率领市府团队 到现场亏刊之后 透过公共安全委员会认定 终于促成道路重新铺设 以照台北市首都的一个情况 一个案例邀请了专家学者 对于会有公共安全的需求 及疑虑的道路 来让专家学者来进行认定 一旦专家学者认定之后 那即便它是社区的道路 那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施作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障公共安全的道路 跟它的一个安全性 重铺工程 从31号上午8点 进场开始刨铺到傍晚 在晚间5点到8点 先开放居民通行返家 接着将开始进行路面重铺 预计在8月1号凌晨6点 全部完成 那白天的话 我们就是一直到下午4、5点的时候 是刨除的工程 先刨除 在5、6点以后 就是因为有些要回家的 有一些通行的需求 我们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回家的路终于平了 市议员宋伟丽 何庆理里长陈家和 特别感谢市政府 将20年的旧路重铺 非常感谢市长 让我们原本 坑坑巴巴的一个路面 造成社区 很多居民的一个车祸 跌倒的事件 那来关心我们这个社区 让我们也期望 有一个很平整安全的道路 28年中 我们的工人往返 都是 就是不可行 那直到我们谢国良市长 上选之后 我们又再次的跟他提出 然后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让我们这边 大庆的居民说 感受到 我们的市长是一个苦民所苦的 对 所以说他就立即 到现场来会派 然后告诉我们 他们 就是市政府 愿意来帮 我们这边大庆大城 用一个公共危险的 一个法令 来克服 政府强调 今年的道路养护经费 就超过2亿元 是历年来最高 展现了市府对于 陆平的重视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金融地方法院 近期举办生态保育讲座 主题呢 特别与金融饰鸟黑鸢做结合 想要推动猛情与环境保护的相关议题 金融地方法院举办环境保育讲座 由于本次保育主题与金融饰鸟黑鸢做结合 特别邀请金融饰鸟打人李志腾 与他的小伙伴到场演讲 与现场法官助理等相关人员 介绍现今台湾母亲与环境的相关议题 大家所说的猛情都是凶狠的 但是我们的猛情其实它可以寻养的很温讯 而且也可以跟环境做结合 讲座内容除了围绕在深入浅出的环境教育观念 李志腾也准备相当多关于老鹰的知识内容 让大家不只知道黑鸢是我们的饰鸟 更进一步去认识老鹰的习性与对环境的益处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老师来带领之下 让我们认识老鹰 然后也能知道我们金融饰鸟啊 生活习性啊 还有那个我们要怎么样跟它相处 讲座的尾声李志腾更是出动他的小伙伴哈里斯英 让大家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上手拍照 甚至能亲身与哈里斯英体验穿越互动 消除过往大家对于某情凶狠无法靠近的既定印象 看老鹰飞下来然后停下那个瞬间 突然就觉得他好帅哦 旧地方法院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本院同仁能更理解当今环境保育的急迫性 也能推广人类与世上万物共存的重要性 高明记者张仲轩西洋池新医区采报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坐回来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